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人的主場 香港人的主場 很重要的一個詞語 叫Spiral of Silence 你不會知道下一個是誰 所以香港的傳媒的視我審查會越來越大 而記者本身甚至傳媒人本身在香港的話 他說的話的自由度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犯法 這個麥兜其實沒有這麼寬的麥兜 這兩個應該是兩個麥兜夾在一起的 也應該是政府新聞署提供的 因為麥兜有時候不一定有的 在這個特區特首辦的麥兜 左邊的是TVB 右邊的是港台 兩個黨媒 你的時代你都會說 我們的新聞王子 每星期一次的見面 和Chris和王俊賢 Hello 我的first question就是 Where is the hat? 和Where is the mustache? 那些鬍根去了哪裡? 那些鬍根當然是剃了 因為我經常覺得剃鬍是一個很煩的事來的 早兩個星期大家都看到他的生長狀態 我估計很平如潮 有好有壞 但這是一個非常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事來的 就算我的鬍根也很有贊成 亦有很多人是不好的 真的嗎? 即是你是一個新聞新聞媒體或討論 你那個周圍 但是真的有的 即是有些人都會給予意見 有人看到你 有的 有的 即是留言也好 我自己的IG追蹤也好 然後Live chat也好 其實都有 其實牽起了一輪的討論 都有贊成又不贊成 又好看又不好看 這是一個理想社會之下應該有的現象 但現在大家看不到 是的 那好吧 這個真的挺適合你的 說真的 不過就浪費些時間的 即是每日如果做到video的production 我們都要有些樣貌見一下 那每星期一次 大家記得我們就是現場演繹 不要忘了我們的名字 Chris Rickley 但是呢 今天我們探討的事情 我想都不外乎 大家都 即是我們的資深傳媒人 也是你的師兄 即是在機構裏面來說 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師兄 以前在TVB也都 做過主播啊 也都去做過監製一些節目 不過我首先呢 跟你說一件事呢 我就覺得 即是都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這件事 當如果整個香港裡面 即是這個遊戲 我就真的 說真的沒玩過的 我不知道你 或者你太太 有沒有玩過這個叫wordle 即是原來呢 就是歐家倫呢 即是每天玩一下這個wordle 那原來香港呢 已經去到 即是起碼是傳媒人 或者有影響力的人 去到一個位置呢 就是你 你 能夠肯定的事情 可能是 只剩下講祖神 和講wordle的時候 你自己怎麼看呢 沒錯 在實際上 阿倫最後 即是世間網站 講的這個wordle 和講祖神 是一個 很諷刺的說法 也都看得很通透 現在除了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之外 香港還可以說些什麼呢 其實wordle和早晨也好 這個問題不在於是否真的wordle和早晨 而是在於香港已經對於傳媒人的生存空間已經是微乎其微 即是他對於香港政府或者這個政權 對於傳媒新聞自由的打壓已經去到史無前例的一個地步 嗯 即大家如果 他做史無前例的意思是 你覺得他的利害之處 即是去拘捕 即是上門去拘捕歐加倫 其實對於如果假如你還在香港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新聞傳媒人 或者你會寫評論的 其實是一個什麼訊息來的呢 問題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不清楚歐加倫被捕的 那個實質犯罪 所謂犯罪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只能夠知道那條罪在這裏 就是傳媒發佈煽動罪 但是你照字面說 你串謀誰呢 我們也不知道 發佈什麼罪罪 而他有煽動的一些性質在裏面 我們也不知道 那什麼時候犯罪呢 我們也不知道 誰也不知道 串謀誰也不知道 他哪些什麼時期的言論 有所謂煽動的性質不知道 這個就是評論員 或者新聞工作者 面對的一切恐懼 就是博式恐怖 寒蟬效應 都出來了 因為你不知道 當香港的市民 他看到一個傳媒人 在這個情況下被捕 而政權 警隊 政府內部 或者沒有消息出來 究竟哪一篇文章 什麼時候的言論 是有所犯法的 就是被指稱的犯法 香港市民就會有一個問號 但這個問號 也不會有人解答到你 整個社會氣氛 就會生存在這個恐懼之下 這就是那個實質的效果 而就是傳媒人 可能之前 大家有這條罪名 說謀發佈煽動案物罪 就是由什麼時候開始 突然間被提出 警隊提出去控告 就是《平光日報》 《平光日報》 《平光日報》 被加控 那些前高層被加控 接著就是《立場新聞》 也都是用這條罪名 去控告林兆棚和另外重編輯 中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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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也是《立場》 和《蘋果》之後 最新的一個個案 就是歐加頓 如果比起之前 兩個傳媒機構的管理層 而現在的就是 一個獨立的傳媒人 或者平衡人 這個就是去到 開始知道 傳媒機構 基本上已經搞定了 因為《眾新聞》已經停運了 然後慢慢評論完 《新聞官多謝》 你不會知道下一個是誰 所以香港的傳媒 它的視野審查會越來越大 而記者本身 甚至傳媒人本身 在香港的話 他說的話的自由度 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的犯法 那條紅線是沒有告訴大家 那這個就是那個效果 即時的效果就是這樣 嗯 容許我用一個這樣的平衡去 當你說得很好 當有機構的時候 只要對於中央和香港政府 在唱反調的機構 以前就出警告 希望你遷不遷犯 結果大家都知道 很多機構仍然是用良知發聲的時候 那蘋果用了一段時間去掩蓋 6月24號就沒有了 那就二百多天了 那我剛剛才繼續 好像《眾新聞》就沒有了一百天 然後呢 他仍然如果有機構 仍然看見蘋果的例子 仍然是決定要走蘋果路線的話 你依然都會被人掩蓋 而掩蓋的方法一模一樣 不過就是更加迅速啦 還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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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呃 那 这些新闻工作者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评论员 他很有影响力也很有良知 也不只是用情绪 可能是在发泄的时候 激动起大家的情绪 反而是他们讲的内容是里面 是很有点 能够指出政府那种丑陋的时候 好了 哪些评论员是有实力 对于我们香港市民 最想听到他们这么说 好了就先拉得 如果你能够将你归纳于 其实苹果里面 其中一位写英文的总编 还是写投稿的 记不记得 就在机场那里 就已经被人截住了 那那个就是独立英文报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他就变成被人拉了过去 另外一个就一直有跟苹果做 那直至我们香港台做英文节目 我们才留意到 那个叫Steve Fines 那Steve Fines原来在英文的 即是《苹果日报》里面 是有英文投稿的 那他定时 他自己就看到 咦 即虽然未必 我自己的头号 被人搜到下来 是会拘捕那个 他说 It's not hard to imagine 我是在这个 list 里面 而在一定相当的时间的时候 他就会搜到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拘捕你 就用这个例子 他说他自己不是这么有胆 就变成了现在某程度上 就变成了欧加伦 就用一个例子 可能他写的东西是真的很多人注意 或者他里面会引起一些 即一些有实力的人 而让他能够从他们文字当中 或者一些发布里面 令到他们能够继续发酵件事的 甚至乎去指证政府里面一些部门 或者一些情况的时候 这些人就被人搜到下来 如果根据用《苹果立场众新闻》的时候 这个比例 就是说很快就会有一群人 虽然他不会说我从此今天 你看到可能很多人 以后那些会写评论 博客那些 就开始玩语言 突然开始玩游戏 就是那些 那会不会出现这件事 我就看得出 其实整个香港政府真的不断 就是用这些恐怖组织的手段来的 就是其实拘捕了他 也都是早六点多 这件事就好像很贯彻的 就是在你睡醒了 所以我觉得 当邝加伦说 早晨或者Wordel玩得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讲早晨 一早晨一讲完被人拘捕 之后五安和晚安就讲不了了 因为你都被人拘捕了你的机器 所以我就在想 就是香港会不会呢 就算一些评论 就是一些写开的东西 我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大家 就是你想就想可能写开的评论 我经常在想 是不是会只是评论呢 你自己有没有跟开一些香港的评论 或者看完这个趋势 尤其是你说很含糊的 那虽然他今早出回来的时候 都仍然在他的评论里面 就是那个Facebook里面 都发放了一篇文的 都有一些东西讲一下的 但是 就是当然不会是讲其他的东西 讲回他以前 在新闻房啊 走出来 在电台 香港电台里面呢 那些DJ走进来 就要交换一张椅子 他说那一刻里面 大家 哇 那六秒当中 那个新闻报道员呢 就要坐下 坐下 然后就讲 就讲新闻了 他说虽然大家 他想起那些同事 而之后呢 那六秒钟 虽然大家这样的交错 认识了 不是很深交 但是那一刻里面 大家有共同理念 我想他是讲一些 共同理念啦 就是我心里面想 他依然继续写东西的时候 其实 都依然有风险的 你幻想一下他在香港里面 什么仍然会继续看着他 他似乎没有这种恐惧 你怎样看这位传媒人呢 我相信这个要心理极度强大的一个人 面对这个已经被人拘捕了的压力 或者他可能 其实家人面对他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他依然是选择去继续发声 当然刚才说的不是一些好事 正常面的正平 但是你要去发声这件事 已经是一个勇敢的一个举动 因为我们说的 一定有很多去观察你 无论是你网上的言论也好 你出街的行踪 都一定会被人去观察 他今天就是说的 他去了立场的那宗公司里听 其实很明显肯定也是被人跟着的 因为你都反证就是 为什么那次说旁听直的人拍手都被人拘捕呢 就是因为肯定有人跟着 这些这样的公司 全部都被人观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欧加囊肯定是在一个被观察的 list上面 加上他已经被捕 然后获保释 当然我们不知道保释条件是怎样的 究竟需不需要何时再回警署报道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基本上很难全面去评论欧加囊今次的案例 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都说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言论是有煽动成品 甚至乎川某哪个我们都不知道 在这个情况之下 香港传媒人重选达发声的就是一个勇敢之举 我们其实传媒学有一个很重要的 term 叫做Spiral of Silence 中文就是沉默的漩渦 这个其实是我唯一还记得传媒学的 theory 里面的一个 term 即沉默的漩渦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慢慢不发声 因为一些东西令到你不发声 这个沉默就会慢慢发展起来 这个沉默就是现在我们在香港看到的沉默的漩渦 而居然在我幼生之年会看到这个沉默的漩渦 在自己的成长的地方出现 我觉得也挺可悲的 刚才看到蔡洛玲这个 case也提了上诉 就是这种传媒人不想沉默的漩渦发生的骨气 就是这样的 我相信阿哥伦也好 相信卓宁也好 甚至香港很多的传媒人也好 其实也很致力 希望这个沉默的漩渦不要出现 甚至是减慢的出现 或者是在这个沉默里面都尽力去挣扎 希望可以不让这个沉默 就是船到自己的深处里面 这个就是我觉得传媒人就是想这样 或者传媒人本身就是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 什么会引起你们呢 我不敢问或者也不敢想象 现在那些新闻系 你知道以前树人也好 浸会大学也好 因为所有大学里面的传媒 都是一个热门的一个学科来的嘛 就是很多人呢 有自知事明知人工低 你都说过了 都走进去吧 希望都真的为香港守护到的真相啊 报道啊 就是有个职业里面的一种使命 或者天职 但是呢 其实你会怎样picture在这一行里面呢 就是现在有这些歐加伦的打压事件啊 蔡玉玲这样去查财都被人说罚了一些虚假陈述啊 两次三千元就是六千元 他现在要上诉 你认为还有没有人去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 还去报道这个新闻系的呢 而且那些新闻系的港司 你记住欧加伦都是中大的新闻港司来的啊 都被人抓了 那你觉得剩下的港司也好 第一他敢说什么呢 还叫你教什么呢 你会怎样picture香港未来在这些学科里面呢 你怎样看呢 没错这一点也是我很想说的一点 其实从这个立场新闻被拘捕的时候 或者被关闭的时候已经提出了这一点 就是或者其实再拉近一点 就是所谓再拉远一点就是《苹果日报》 因为传媒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读传媒出身的人 他要了解到很多传媒究竟的发展是怎样的 就是从哪里 那个源头是在美国的 就是传媒的源头是在美国的 那个价值其实就是在几百年 然后就慢慢地发展出来 但是去到现在了 就是里面有很多case study 包括就是刚才我说的《浙马的旋渤》 有什么case study出来 然后我们当然猜不到 原来就是香港其中一个case study 可以study什么叫《Spire of Silence》 其实我离开香港之前 跟那些中大学生 刚巧就是中大学生 就是中大学生 就是中大港师的顾问 中大学生说 就是当时的传媒怎样看 而当时的评估日报还未消失 所以就是说大家的答案也有不同 大家也很热烈 大家都好像应该讨论挺好的 但是其实当《苹果日报》消失的时候 大家应该已经有个图片了 就是香港不知道看什么新闻 但是现在再不同一点 真的再不同一点 因为你看到被打压的程度 越来越加强 越来越深 现在说的是这些独立的传媒人 都已经要被拘捕 好了 去到传媒的新闻学系 香港有很多大学都有新闻系 究竟传媒广司还可以教些什么呢 我也真的在《苹果日报》事件之后 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不到一个什么答案出来 因为就算你和别人说《苹果日报》 你怎样和别人说 香港是… 已经不是《苹果日报》是《苹果日报》 是《苹果日报》 是《苹果日报》 不需要再有漩涡出现 已经是一片直正的地方 你怎样和别人教什么叫《苹果日报》 因为传媒学本身就是要在自由的地方 才能够成立的 譬如说这个第四拳 你要去监察政府 你要去为那个地方的人去发声 因为记者的角色就是 你帮那个地方的人去问那个政府 或者去了解这个事件 然后告诉给大众知道 这个就是传媒基本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大学怎样和学生说 传媒现在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答不了 是什么是令到黄俊妍 第一是最初 我想新闻给你那个感召 但是你也知道 好像我们选大学 选这个名校一点 当时你选新闻那间学院去进去 通常每间学院是否有些书院 理论多一点的 有些实践多一点的 有些就说好像理工那样 就什么 你进去那间 什么令到你吸引 是进去你那间的传媒 读传媒 还有里面所教的东西 就是再和我们再重新闻进去 就是说我们看到真的没有 那现在进去说什么 那那时候是什么 你进去你选的学校里面呢 他出名的是什么呢 香港的新闻系 香港的新闻系主要分几个 最出名的是浸会 然后是中大 然后是树仁 还有朱海 还有港大 港大都有 但是港大在普遍 香港传媒行业里面 反而被人比较少说的 就是港大的新闻系 中大当然中文的新闻是很出名的 然后浸会就分几个stream 浸会就是说很出名的broadcasting BJ 然后就是中文新闻和国际新闻 而我读的树仁大学的新闻系 也很出名 因为很大量的行家 都是树仁大学新闻系出身 所以这个群体 就是传媒行业里面的群体 他多时都围绕着这几间大学 也有不同的印象出来 譬如说浸会 因为他很专业 就是broadcasting 也有一个特别专业的broadcasting 一个stream出来 另外就是 我们自己变成了很practical 你说是不是很多theoretical 就不多 就是year 1的时候 就会读到theoretical 所以我整个year 1记得的 就是刚才的spiral of silence 哈哈哈哈 现在就很有用了 很有用了 现在真的 另外就是 为什么我们说practical 就是树仁大学的新闻 是学生出来 大家都有很好的评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年 由year 1开始 都开始要写新闻出来 因为在学校里面 有一个很完善的 真的很完善 很完善的一个制度 就是所有学生 都每周要写一篇稿 而那篇稿的来源是什么呢 其实是学校里面 会请每周一个嘉宾 是讲一个talk的 所有全校的学生都要 在这个call里面 听完talk 然后问问题 然后再写稿 这样的环境 就是给学生做记者会的角色 就是这个训练 但是当然功课就不会这么少 功课就是去到year 2的时候 又要做一篇报纸的报道 然后也要去到这个 真的出外采访的实习经验 由year 2开始 就要做这个工作 当然去到year 3 就是要投身不同的传媒机构 真的做internship 所以树行的学生 就是比较被视为practical的一个学院的学生 主于浸会就是很声名大噪 很久了 最久是他做生 中大也是因为那个成绩 或者那个能力很高 所以也是很出名 但是去到现在 刚才去到我们的问题 究竟教些什么呢 就是学生也都在里面 或者传媒学院里面 究竟那个感觉是怎样呢 之前我们跟做一份 其实都是中大的学生报里面 的一篇报导 一个feature的报导 也是说传媒学生 现在在香港看的 很多都是党媒 亲中的或者亲建制的报章 为什么要看呢 因为他觉得要了解 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党媒 才知道他们的方向是怎样 这是一个其中现在主要的方向 但其实他们很不想看 觉得不如我看娱乐 不如我看煮食 比较好 这是普遍大学生的一个 他们现在觉得不如看这些算了 我关心时时做什么 因为我看来看去都是那些 党媒看来看去都是那些 三腹屁 这是主要大学生的一个 现在面对的问题 所以传媒学生是被迫看的 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以前一定会有一些 我想每一间学校里面 你做的学生 肯定有一些港师很有魅力 或者尼菲什的嘉宾的港师 是说完之后 留下在你们心目当中 嗯 他这个做法 或者他所说的一两句 在你留下你的心里面 就刻了你的心里面 嗯 我要记得我要守护这些什么 所以很多电影 近时就出来讲传媒 多么厉害 他们要做的职有 是多么秘密啊 多么要口密啊 多么大责任啊 甚至和性命是挂钩的嘛 现在大家都知道 和性命挂钩 是在讲的里面的港师啊 以前大家很崇拜 去令到大家有所启发的港师 是去到他们那个位置 见完欧加伦事件之后 还有没有港师 因为为什么呢 欧加伦本身就是一个risk 对他来说 就是不论 就是你刚才这么说 就是他不写文章 他出现去一个cord那里去听审 而已 到底这个东西 他本身是不是一个risk呢 好像似乎他都未必知道 因为根据他的理论 就是应该早晨 和找Wordel 应该是可以的 去听审 而没有任何发声 自己一个人去听审 到底有没有个 就是我们英文有个字 叫flight risk 所以就拿走了你的passport 他是一个 就是对于国家 是不是一个risk呢 in any situation 如果以他来说 我想香港不是只有一个欧加伦的嘛 就是对于香港有料的人 在这里有影响力的人 就有应该不少了 在那里面有一个蛾虎藏龙的地方 有了他之后 做一个祭旗的活生生的版 之后 我在想 整个传理系 整个新闻系 基本上 你说什么spiral of silence 我觉得没有了 就是其实 是应该简单地说 是有另外一套 我就反而在想 会不会是大陆那一套都在下来呢 到底大陆是怎么教人去做传媒的呢 就是我又很有curious了 就是交流之中 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同事 你都知道 有些人都会在清华大学啊 北京大学啊 浸过一下 那么他们都不是没有记者的 那么他们都有 採访国际新闻啊 甚至乎 中央都有CGTN那些 国际英文台啊 那 就是我会看到 哇 香港 不单止没有第四权去监察 给你都不够胆啦 那那些学院要来做什么 其实我不 我相信呢 其实我 我实在不接触不多 就是究竟中国里面的记者 是怎么做事啦 但是我能够分享的是 在TVB里面 有一部分 就是中国籍的旧同事 那他们是 老实说 那几位呢 有部分 我只能够有部分 是不知道做什么的 那 也都我试过就是 我还是做出去跑记者的时候 有一些英诊 就是英诊 因为TVB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了不找香港的学生 是英诊 就找了国内 以前 以前我们是说 每一年 会有很庞大的 那个年代的学生 去不同传门机构 就interview 然后进入你的英诊 是一个很盛大的节目 每一年 但是呢 搞搞搞搞 就请中国的学生 香港的学生 拜拜 全部都没有 去kabel i kabel now tv 很害怕 这个局面 当时有几位 其中是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 就做intern 跟着shadowing 跟着我们的团队去采访 但我又不能够确定 因为internship 其实你不认识也很正常 你不知道 甚至你在大陆读书 你不了解香港也很合理 整个制度不同 明白 所以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的 好了 那些同事呢 其实他们是 做的东西是抄 不是抄的 就是跟着cctv 跟着忠生社 那些就是 把那些文字 转成繁体字 就可以了 所以我 其实真的不知道 他们做的工作 是跟传媒有没有关系的 也挺差的 但是刚才说的一件事 就是说 喂 昨天就说 昨天就说 Verdal早晨 今天就说 Verdal早晨ok 然后再说说 往事也ok 今天就去到这个 法庭也ok 是不是也ok呢 今天就是 陈陈蜜蜜 慢慢试试试试 给你看到这条红线是什么呢 会不会去到这个极端的情况呢 哇 现在的教授 我只是想着教授 还有这个学系 里面 我觉得每间大学 虽然政府都已经派了很多人 在一个政策上 都要他们有所改变 不论是国教那方面 就是你看到就算NOW TV 那时候陈铁彪也训练了一番 那何况 就是学校里面 我想这个 相等于这个叫做公社科 是不是我们 就是公社科 所有学生都要读的东西 你就要知道 但是传媒 传媒就是 大家应该要监察着政府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 如果有了公社科 on top of这个新闻系 只要你们首先问自己 第一件事 原来传媒以后就是 你对于国家 会不会令到国家蒙羞 你问出这件事 或者是港施 你才决定说不说 那这样就已经不是新闻自由了 大佬 可能所有稿件 第一个你写之前问的问题 会不会令国家蒙羞 是的 第二 会否令特区政府 就是高票当选的李家超蒙羞呢 就是 就是到底是不是要 刚刚又要回到以前呢 就是我觉得 就是已经去到一个 我觉得其实 欧加伦事件 其实都令我 几多思考 就是说 一个个人有一些观点的人 我最初以为是 那些很多followers 那些KOL的 就是可能他经常骂人 在香港啊 用粗口啊 这样那样啊 有些人用歌啊 有些人用拍摄啊 搞笑啊 用那些冷笑话 去笑特区政府 我经常都想 啊 是不是这帮人呢 原来不是啊 欧加伦肯定就不是最多人follow的Facebook 但是呢 但是呢 是向他开刀啊 这件事我都觉得 the choice of 是落他那里 落这把刀呢 是令到我多 curious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 他落刀落到欧加伦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去欧加伦呢 虽然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真正原因 这么多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呢 第一个印象 只能够跟他的联系 就是说立场新闻而已 因为欧加伦的节目 《美丽新香港》 就是跟这个立场新闻有挂钩 当时是当一个blogger 或者一个评论员的角色 在香港新一业啊 都是新香港啊 是的 所以 只能够我第一个印象 就是觉得会跟立场新闻挂钩 这件事 就变成是他被开刀 或者被拘捕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 究竟人们因为你Facebook的言论 所被指是这个煽动 还是你那时候新香港的内容有煽动 喂 不知道 现在我们是没有意见 你没有任何问 现在不准问了 你问就是欧加伦 是啊 所以你在香港已经没有人敢问了 我们外面的问不到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做什么了 现在民主党 现在民主党罗健熙也出来说 民主党已经没有声音了 大家都知道 罗健熙有一个说法 已经就是说 你犯什么法都会告诉别人 是吧 你没有人知道这个法怎么犯 那人要怎么守法呢 很简单 就是想你不知道 就是那样东西 你自己猜忌到 死了 是不是 就是人是很喜欢自己 吓自己的 除非很强大的那些 好像欧加伦那些 哇 他今天恶型OK 其实好像OK 但是问题是 喂 不是个个欧加伦来的 那就是说 你只是靠估计 人的想像是恐怖 过真是现实很多 大家都试过 是不是 看鬼片也是 又是去找那些冒险的地方玩 没去到都已经吓死自己了 那现在说 再出迷这个 那么强势 哇 都没弟子而已 哇 七八八十六 那这个李家超上场 大家就立刻联想 是不是他上场 就立刻要做些事情啊 是不是事先已经交下 喂 我上场啊 要天下太平啊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身为一个香港市民也好 比较好像专业的 就是新闻从业员 都不知道又不敢问 那有什么做啊 就是每一天就有什么呢 就是 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做啊 就是你想想 就是那就是 只是出push 都搞到一宗新闻出来啦 就是大家都一定知道就是 就是香港 其实在海外的 如果还有装香港新闻机构的app 都一定是suffer from 那个李家超见记者 那样东西 是吧 不断弹出来 那样东西 这个其实有一个现象来的 就是香港传媒 已经被这个政府管道陀陀陀灵了 因为你所谓的一个候选人 那其实以前怎样呢 就是你起码将所有资源你要分散 比如说有三个候选人 可以上一届 那样 你也要跟曾进华 你也要跟胡国卿 那样 但是不用了 现在需要什么分散投资呢 无论都是李家超的啦 无论都是跟李家超的啦 无论都是跟李家超的啦 那就是所有资源都… 你看那个麦兜 多麦兜 是啊 我没见过一个这样打横到 哇 16比9用尽 用尽 用尽 这个麦兜干什么鬼啊 这个麦兜 是 就是跟足一个 是吧 所以就是传媒 就是已经被人玩到这样了 你也不可以不跟他 因为suppose 在香港来讲 只有这个李家超建议者 成为 应该要做这个新闻的头条而已 是不是 因为 你现在很多 7、8、86章 又是要跟他 之前又说 我今天要以这个目标 就是这个目标 结果为目标 结果为目标 为这个政策的方针 你又要跟他才知道 你掉了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是传媒 现在都没有自由的选择 究竟你做什么新闻 因为 这个政权已经告诉你 那天做什么新闻 对不对 这个 agenda setting 是以前有传媒自己决定的 现在 agenda setting 就是由这个政权去帮你决定的 这个就是那个现实 就是那个现象 虽然大家看可能 李家超建议者出push 这件事是很小的 其实不是的 实际上最深的那件事 就是香港传媒已经被这个政权 或者政府控制到一个 即是反映出来 都是关于李家超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这件事 而同时间 就是相辅相成的 传媒就是告诉民众 或者大众知道什么事 当你那个APP 或者你接收信息的那个传媒 是不断跟你说李家超记者 你不就只知道 那天只有李家超这件事 好像之前疫情 每天都在说什么封规封规 你不就只知道 我现在只要关心的 就是要封规这些新闻 这个就是那个传媒 是间接的 但是也非常直接被控制 而民众接收信息的人 也是直接地被这些传媒机构 控制了接收信息的渠道 这个就是那个现象 就算你很喜欢剩下的媒体 包括《独媒》 《Channel C》 其他一些比较自己去运作的那些 你都会发觉他们就算做图 你知道他立场很鲜明 但是他也是围着这些去做一些 漂亮点的插图而已 希望里面有一些 就是就着那件事去做一些评论 就是用图去评论 我就考考你眼力 大家看着那一部图的时候 我突然留意到一个小小的 你留意中间对着李家超 虽然现在的视频不是 你刚才一说 哇 打横到咪高 没见过这么横 16比9 好了 我看到那些咪的排位法 中间就看到我们香港的特区期了 其实摆咪的摆法 我一直以为那些记者都放在去 就是谁霸到位 这些又不同 这些是official 是有人摆位 有制作公司 那现在这些就不能乱摆的 因为应该有新闻处的人看过 这间是否独立媒体 独立媒体 就扔了它 我留意到这些东西 你看看 在这个特区特首办的咪高 左边的是TVB 右边的是港台 两个党媒 在TVB的左手边 有线新闻 大家都明白有线新闻是什么 虽然我们不是抹杀其他记者 在其他范畴里面很努力 但是是真的有一个大方向 是大家看的 好了 我反而看不到 我不知道你留意到 我只留意到 港台右边有些浅色 我就看不到是什么 是不是HK01 HK01是深色的 但是呢 旁边已经是NowTV了 接着旁边那两个 我估计是大陆媒体 凤凰卫视啊 商台啊 明报这些 哇 FAR EN 远到 你没有说什么毒媒 想放一支咪高 我想靠他的咪高很远地收声 这个咪高的艺术呢 找你做这个节目 真的没有找错 这个时候就可以解释了 咪高的艺术呢 就是很讲时机的 的确 我又不敢说咪高的问题 是否真的完全被政府控制 就是 你可以说可能有 但是我如果 没有这样谋论着 我用回我当时 还有新闻自由的 跑新闻的经验 这个咪高 你看到其实没有一个 那么阔的咪高 这两个应该是两个咪高 也应该是政府新闻所提供的 因为咪高 有时候不一定有咪高 咪高可能是公司提供才有 政府新闻署有到场掩盘的新闻 才会有咪高 如果不然就要记者自己提咪高 那就很累 要跪了 对 而有两个咪高出现 就肯定是公司 而李家超竞技者很明显一定需要 因为现在是一个唯一后宣人 是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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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咪高 在摆咪高 其实当时是比较快 真的比较快 即是你一天不断上去 看谁比较快 那为什么TVB经常都能够 一马当先在这个中间位 其实也有时候不是的 也真的有时候不是的 如果你迟到的就没有了 如果你不够新位的就没有中间位 有时候也会靠一些记者 帮忙摆一摆 如果真的有朋友的 就帮你摆一摆 所以就算现在看到新闻署放中间也很合理 因为那咪高 可能也会给新闻署的人 你会看到右线旁边的白色那支 应该是Reuters 如果我看上去是Reuters 至于为什么党媒01那些 竟然在Far Right 可能真的慢一点 或者电台有时候也很吃虧的 电台没有电视媒体那么厉害 是否给人的感觉 可能双台真的慢了 就是这样 你又有这个观察 我怎么看呢 你的时代你都会说 我们的新闻王子 你那时候说新闻自由 你认为经过利君亚事件之后 那些新闻叫人那些人 你不要看他 像是傻傻傻傻 好像很思思文文 穿着蓝色三个位朋友 我肯定他每一次问完之后 你们啊 林郑777那时候还以为自己做特首 麻烦你们 你的职责 你收那么多人工 就是认着哪一个 是哪一个媒体 我不要哪一个 都是最后那个 就是给他问两条问题 好了 我觉得现在到今时今日呢 我们真的不能在那里 觉得这些东西 纯属意外 因为 我也是这样想 我尊重你的专业 因为的的确确 我估计 你相不相信 在你们以前的日子当中 没有利君亚的时候 我相信都挺公道的 那个啦 那个啦 他被人问得几次 罵到这样的时候 我想是正常反应 等于你后面有个特首办的一群 crew 喂 认住那些人行不行 喂 你们这么傻傻也可以 被人这样问 找多两个鳳凰卫视啊 中央卫视 讲国语 对啊 这些呢 是我自己想多了 不过 香港现在 你都说啦 那些手机的push 就等于那个人 就等于那个麦兜 设定给你 是里面有 有200间媒体在那里 不过他们在报道着李家超嘛 是啊 我说得很对啊 你说完利君亚事件之后 其实 因为呢 以前我们在特首办里面做行政长官 行会前建议者 其实是很有秩序的 亦都很友善的 说跟SIO 政府新闻署的官员 其实是很友善的 行政长官出来之前 我们会一起问一问 谈一谈 今天有什么问题啊 今天有什么方向啊 那我们会compromise 但是compromise 不代表不让你问 compromise 是因为 因为那个Io 是想可能 brief一下 brief一下 一会儿行政长官 有什么可能会提供 条线可以怎么回答 是这样的 就是并不是要compromise 我不可以问什么 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这个就是那个秩序 亦都是传媒和政府新闻署 一个很重要的交流 譬如说 那个issue 行政长官可能觉得 没有什么要回答 我们起码才知道 那个issue 我们可能会得到什么 如果那个Io 想一想 可能你会问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重新就是 其实他没有控制到你 究竟不可以问什么 但是尼君亚事件之后 你看到那些Io 很恶的 是吧 很恶的 你看到现在在新闻 发布的那个room里面 哇 挺恶的 是这样说什么 你已经问了一条 你问三条 你问快点 这些 真的离了大谱 真的离了大谱 你是谁啊 大哥 其实你是一个MC角色 就算他在IQ IQ的意思是 在一个座位问出来的问题 我IQ 你都不能阻止我 怎样可以跟我说 你问了三条 现在是什么事啊 传媒是被针对到这样 是很离谱 非常之离谱 但是 我不知道 究竟为什么 行家们 会有一个 我不知道 可能你要跟着 那些命令 现在你要跟着那些命令 去做事 因为你就不能阻止 意思是说 因为那些I.O. 你讲得在那里 挺好 以前不懂这些名字 现在就知道了 因为简单来说 他已经没什么再好控制 他都不知道特首想说什么 他还可以跟你brief什么 就是没什么关系 总之我不要得罪了特首 否则我会被他照废的了 现在他为了避免照废 他唯有对你粗暴一点 粗暴又不是由他而来的 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由2019年那些 我们几个部队带头的嘛 你们做什么 你们是黑技来的 黑技 就是不用要那么多礼貌 要不要给一碗 今天我们有泥汤AB给你 不用吧 黄俊怡 你站起来问行不行 让大家看到你 我就是这样想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李家超 我真的很久没见过他 他是一个很羞恶 我没见过李家超 这才是恐怖 人家经常说 一个大暴风的前夕 是很静的 我告诉你 李家超以前在立法会也好 那些小组委员会里面 被人问到他不是一个善于回答 你都看到他重复回答 自从有了那个纪律部队 对付香港的运动之后 因为执行令到他觉得 哇 用力去执行 就行了 他很多时候在这个记者里面 都很凶的 对那些人 哇 我没见过 虽然他说他很努力 到处去 简单来说他忙了两天 一天去了十一天 走了十一天 就是这个 喂 忙过都姐 人家都姐一天走狗场 拍九组戏 他很厉害 十一组 然后上午又跟网上高 下午又跟你说 很忙见了很多人 当然了 根本大家就你见十五分钟 那些叫什么 不停以量一量上 就是我出来给你 给你 我没见过一个人 那种松容 尤其是一种 就是他做过一些很残暴的事 呃 一些很 很冷血的事 以及甚至乎 仇微苦脸的事 不知道做什么 但是如果竟然这件事 我反而害怕 我很害怕 为什么呢 你看到 哇一面倒 就是我反而现在在想 是 他是很强势 你看到呢 支持他的人 有哪些人呢 又有 陈冯富珍 以前影子 我们以为他 咦 是不是这样 OK 李小嘉也有说过 陈志思有说过 这些就好了 这些都不是 就是纪律部队 商家都试过了 不用了 纪律部队还没试过 接着我看回 今天支持他的人 他们叫重磅式 梁振英 全国人大常委 谭耀宗 长江集团的两位公子 电信林科 李泽佳 李泽巨 地产建设商会主席 梁志堅 哇 蓝桂芳 我最初以为这个蓝桂芳 就是教父 他当了自己是中国人 他已经不是犹太人 也不是加拿大人 我觉得 那么他呢 民建联的主席 李慧琼 工联会的会长 吴秋北 全部的主席 自由党主席 张宇人 我就这样想了 我就又是这样想了 我不知道每一次都要找你问 林建筑之前 七八六很厉害 比历界的特首 提名来说 但是我看到的是 有一半没有出来 我想不到 虽然大家说 是的 这是一人模式 不用说的 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是一人模式 正如你这么说 很早就已经说了 不是选择 而是选择 是否只剩下那几百票呢 是留下演戏 也有个人 哎 我有心 最终只得到三百票 其余就是 一千一百对三百 都要做一场演戏 我不能够用常理去判断这件事 但是怎么说呢 七七百多票 究竟是不是七八五六 就是最终的数目 那一定不是 到时候你要投资时票 不支持票 可能就是 迪志远的票就是 反处 你知道中共的选举 就是投票那些 永远都有一票棄权 现在就是那个模式 你看到香港 他一直都说 今天看到那些推动 就是要根据程序 香港就是法治社会 所以就要去 救提名票 去交表格 如果什么什么审批了 他就是正式候选人 这些废话 就是令到你觉得 做什么 你不如直接宣布他 是下任特首就算了 现在就是 现在正在做的 然后七八六 这个数字 对于大家来说 没有意思 但是大家会问 为什么不是1488张 提名票 大家都觉得OK 没所谓 那么七八六 这个数字怎么得来 不知道 而之前 一直都盛传 为什么这次特首选举 容许唯一参选人 就是希望 不要出现建制内斗 内耗的情况 你想想 好了 如果是李家超 再加另一个候选人 例如是林郑 陈九田任先计 有很多人不喜欢林郑 如果出现这个不喜欢林郑 把所有票给李家超的时候 那就证明了 现届政府是没有一个认受性 这个就是给一个 不好的印象 就是要制造这个七一二十五周年 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时间线 要制造一个极高票数的行政长官 第一票就是吴秋北 是不是出来的 狄志远那票 就是在这个这样的 就是中共模式之下 去大肆祝他们的七一二十五周年 这个只能够是他们的剧本 但是究竟七八六怎么得来 就不知道 可能纯粹是想串一下林郑 就是要多你十几票 但是我们要横看的一个数字 当然是最终的支持票 究竟是不是如我们所说 一票反对呢 是很容易知道 那天是母亲节来的 这份礼物好在他是男人 不过就 这一集又看到很多新闻 麦兜的东西 从你身上知道了很多东西 那就要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看一下 又有些什么 push了很厉害 那到底传媒是整个星期 报道了些什么呢 是否被这个特区政府主宰了大家呢 那我下个星期就看一下 黄俊言可以带给我们些什么 OK 多谢你的分析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